今天专门腾出时间 去威利玛拉 这个领事部门 在瓦哈卡的这个办事机构 我们今天去签证 签威利玛拉的旅游签 看一看 我们记录一下这个过程 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就是威利玛拉在瓦哈卡的一个 签证的签证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证件都拿去审核去了 有这个信用卡 护照 墨西哥的入境卡 还有两张照片 拿来了好多这个威利玛拉的旅行的 资料 哇好全 有地图啊 还有景点的介绍 但是他看到上面有一些是中文 其实那是日文 整个是日文的一个介绍 这是日文 对 这是日文 我们现在又用了谷歌翻译 它这个登记的这个表格上面 是西班牙文和英文 那你可以用英文进行填表 那我们用谷歌翻译 然后对照一点点把这个表格填了 交费的单距每人50米金 然后到指定的银行去交卖 OK 我刚才查了一下 离这里大概是1.4公里 交完钱之后呢 就是给了这两个收费的回端 然后就继续回到签证中心去 它这个工作的场所呢 非常小 也没有什么人 所以非常安静 来这里感受不错 签证都搞完了 就是这样的东西 这是银行缴款的 这个好像是什么 也搞不太清 是一个收据 它是一个 这是他们一个负责人审批的签字 盖的章 它怎么又单弄一张纸呢 但是这是在护照上的签证 这个 90天的 90天的 嗯 我这个是90天单次往返 年 5月2号 他其实当时填表的时候 我写的是5月20号 再说吧 反正我要20号以后 5月20号以后 才能进去 90天足够了 我大概有二天就够 嗯 我们就把这个手续办完了 总共所花费的时间 大概在两个小时的样子 包括去银行的付款 嗯 需要提交的手续呢 就是你的护照 嗯 照片 一张 啊 每人50美金的费用 嗯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还有一个信用卡 这些东西你都不用提前准备 来到这里 他会没复印 然后 在现场填一张表格 然后你就等待他们去办 就OK了 结束了 我们下一站 将会顺利的进入威迪玛拉 Let's go 我们期待 我们呀 其实拿到签证了之后呢 就开始筹划要去威迪玛拉了 呃 瓦哈卡呢 离到这个 我们下一站想要去的 呃 就是这个 恰帕斯州的 呃 图斯特拉 那 到恰帕斯的这个首府 图斯特拉呢 其实也不是特别远 但是有一点呢 这个 他们这之间全山路 都是山路呢 你开起来的时候就精神稍微紧张一些 而且啊里面有很多的小的村庄 他路上的这种呃 墩子这种隔离墩减速墩太多 所以你没有办法行驶的很快 那我就把它作为两段走 第一段呢 就是从瓦哈卡 然后呢 沿着190 呃 因为这中间没有路 你必须走这条路 沿着这个190一直下来 到这个 呃 海边呢 这个小城市 那我们呢 也在海边的一个地方呢 呃 过夜 然后在海滩上吃饭过夜 所以呢 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休息点 这就是 瓦哈卡这边最传统的 龙舌兰的酿酒的方式 它是把这个 龙舌兰的根茎 给它锯开 或者是劈开了之后啊 在这个地方用这个码拉着这个石墨 就是开始 其实是一个碾子 它碾压 碾压了之后呢 这个汁液呢 就通过那边的那个下边的那个孔流下去 等于是碾压了之后 它提取这个汁液 提取这个汁液之后呢 再进入下一道程序 对啊 太大重了 这一个马拉这个东西 就感觉到它很吃力啊 对啊 但是这边它只能是一个马在拉呀 你看它压完了之后 就把这个汁液压碎 把这个根茎压碎 它底下的那个汁液全部出来了 它还要发酵 那个那边那个是发酵的 发酵了 完了之后 哦 看 这是发酵完的 龙舌兰的这个根茎 这里头全是汁液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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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汁液 看 看 厉害吧 其实这个汁液提取出来之后呢 他们就在这边蒸馏 通过蒸馏之后就获取的 就是 就是酒了 然后 然后再有调酒师对口感进行勾兑 这是几个冷却的池子 这是蒸馏用的大锅 在这边烧木头加热 这个地方叫米特拉 然后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这种酿酒的这个做法 所以你不管喝什么样的酒 或许这个冷舌兰 你喝到的就是出自于这个地方 看 这个就是发酵 切出来就是这样的 哦 这一层一层 可以吃就像吃甘蔗一样 你瞧 哈哈哈哈 很甜 对对对对 就是很甜啊 挺甜的 我们看 水 水 这个是 这个是 C开头 哈哈 OK 啊 他告诉我 是三个 哦 三个不同的品种 哦 这个是这个品种的 哦 是 哦 ok 这是这个品种的 哦 ok 哦 这是个新的品种吗 这个哦 这是这个品种的 哦 它是不同的品种 然后出不同的酒 它是这样的 420 ok 它是几种 哦 几种 ok 呃 三百 三百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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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瓶啊 这一瓶啊 这个一瓶 哦 这个差不多 这是一斤的 这也是300,然后C,这个是400 这个是400,这个应该是C号 如果讨价还价之后,我们要一公斤,给了200块钱 我们参观酿酒以及买酒的那个地方 其实它属于瓦哈卡的州 在瓦哈卡的东南部分,然后沿着190这个山路 一直向海边开进的过程当中是这么一个地方 它作为这个主场区 到海边之后发现呢,其实墨西哥的沿太平洋海岸呢 它的这个海水的质量都还是非常高的 其实他们海边的这个餐馆做饭一点也不好吃 只不过呢,我们吃了他的饭呢,就可以在他的这个免费停车 是这样的 对吧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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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们其实这个旅行呢 已经离开大海 时间太久 所以呢 现在呢 走到了这个海边 总还是有一些新鲜的感觉 那我们就 借了这个机会呢 在这里 尽情的玩耍吧 我们就在这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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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